没错,不要意外,只要开车骑车超速40公里寒以上,就会被处以新台币12000元至36000元罚还外,还要吊扣汽机车牌照半年,如果不按时缴送还会被注销车牌。 澎湖已举发执行46件,澎湖县交通队长程耀忠呼吁驾驶人,骑个慢点啦。 有老板娘表示,近日听到一个资讯说,开车行经203号线道超速40公里被罚了1万多元,还被吊扣牌照,不知道是不是假讯息。 经电巡澎湖警察局交通队队长程耀忠证实确有此事。 澎湖警察局交通队队长程耀忠提醒民众,自去年6月30日起,行车速度只要超过规定的最高时速40公里以上, 警方就会依法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危险驾驶举发, 除处新台币12000元到36000元罚还外,还要吊扣汽机车牌照6个月, 如果不按时缴送还会被注销车牌。 根据112年6月30日起修订的道路交通管理,处罚条例第43条, 最高时速从超过原规定的60公里,调降至40公里。 澎湖112年6月30日迄今,总计举发第43条危险驾驶需吊扣车牌违规共计46件。 程耀忠呼吁民众如果被开罚,务必按照规定缴送牌照执行吊扣, 误听信网络免扣牌谣言,花钱当冤大头,还可能必须负担行责, 最后提醒用路人小心驾驶,遵守道路速限减速慢行, 维护自身安全也保护其他用路人,平安出门平安回家。 记者王海龙报导